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个证则表达式的使用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在用 之前我们学到的那个证则表达式相关的知识点 来做一个这样的爬虫的实战 那么我们这几个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古诗文网 这个网站它上面那些 古诗文的爬虫 那么我们现在 首先的话先来对这个 U2来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分析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是在什么呢 在第一 我们是在第一 那么的话他的U2 我们是在第二页 在第二页 那么的话他的U2 这个default后面的话就加一个2 那么如果我再把它给跳转到第一页的话 它这个地方就叫做1 对不对 然后如果这个地方再跳转到第三页 它这个地方就变成3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有一个这样的规律了 对 你要爬去第几页 你这个地方的话改一下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对 好 改一下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对这个东西进行了一个了解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写这个代码 来教大家如何去爬去 对吧 因为我们先现在学习到这个程度的话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爬成这个思作的话已经是有了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话就不讲那么详细了 对于这个网页 它上面的一些这样的元素的分享 右键查看网页啊 那么对于这些网页元素的分析 我们在写到那个爬成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讲 好 那么这边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站 这个地方我清建了一个文件叫做代姆4.py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大方当中来跟大家讲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把相互的固把它给导入一下 import一下这个request对吧 这样现在的话我们要用那个政策表 是把相互的数据把它给提出来 那么的话我们导入一下这个i1这个东西 好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定一个行数就是什么呢 就叫pass page page 这个地方给个ul进来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给个pass 接下来这个地方给个may 或者是第一个may函数啊 may函数 pass啊 接下来给个may啊 好 然后的话执行这个may函数对吧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第一个u2啊 是给这个东西 先把第一页的把它给拿过来 好吧 先把它爬去第一页 如果你第一页的数据能够解析出来 能够爬出来 那么二三四页这些页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好 来写下啊 好 那么这个有了有了有了 接下来我们再pass配置把这个u2给传进去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里面去请求数据 以及把请求的数据啊 进行一层证的解析对吧 好 那么我们接着的话啊 就没什么好说了 因为我们之间都写过很多次了 就直接来写啊 首先的话第一个headers啊 h1 a d r s 等这个东西啊 等这个user agent 好 然后我们来右键来检查一下啊 然后把这个地方啊 来到这个network这个地方啊 network这个地方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或者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看这个啊 把他给我关掉 来到之前那个看一下啊 呃 之前的话这个地方没有是吧 没有的话还是在这个地方看一下吧 右键啊 检查 然后啊 这个地方来到这个network啊 好 这个可能大家刷一下啊 然后我们随便拿找一个啊 放到下面才能够看得到 哦 这个是user agent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request部去请就对吧 那么得到一个response对象啊 sb once 以为这个request啊 然后啊 点get对吧 点get啊 然后是个ur啊 然后是这个headers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response这个对象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response上面的那个test主机 可以拿到里面的值对不对 print一下这个response点test对不对 des的啊 我先把它给打印下吧 保存下我们的加拿一下 在这下面的话就有很多这种不是色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来搜索一下这个清平的也也花草也花芳草啊 可能加c 然后的话来到这边可能加f可能加v搜索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啊 有了啊 说明我们现在这个页面这个数据是已经爬下来了 没问题啊 好 没问题以后接下来我们就用就把这个东西把它给保存在一个 这个变量当中啊 好test啊 是等于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正则表达式去解析这个test 好吧 那么我们再去解析这个test这个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接下来右键来检查一下 然后我们就去啊 对我们要爬子的这个网页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分析了 对不对 我们把官标放在这个上面啊 放放在这个上面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把官标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他是把整个东西把它给选中了对不对 那么说明我们的股市文项目的信息是放到这一个里面啊 那么现在的话啊 大家就说在爬取这个里面这些数据的时候啊 在爬取这个数据的时候 现在我们使用的是这个正则表达式 那么你使用这个正则表达式去爬取项目的信息的时候 你就不能站在之前的那种思考的角度了 之前我们使用XMAS 使用BeautifulSob 他都有这种结构的 对不对 什么叫做结构呢 就是你通过这通过XMAS 或者通过DM通过那个BeautifulSob 你获取到这个东西上 获取到这一个DMV标签 获取到这个DMV标签下面的话 你再通过一些其他属性可以去便利下面那些子元素 或者是得到下面那些的纯文本信息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正则表达式当中的话 他就说不好意思了 所有这些东西啊 你整个网页当中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都是一个完整的字幕上 他并不存在这种什么呢 这种数据的结构啊 包括这些标签 包括这些文本 他们都是同样的啊 都是同样的地位 所有的东西都只是一个纯文本的字幕上啊 不存在这种等级关系了 不存在这种等级关系 明白是吧 他就是相对是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你这个网页当中 所有的这些代码啊 所有的这些文本 全部都是放在一行当中的 就是一个纯文本的字幕上 没有这种等级的关系 明白是吧 所以的话大家在排阵的时候 用这个正则表达式去解析这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就啊 一定要把这个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思路转变一下啊 把这个速度转变一下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想想一下啊 现在的话哈 我们是没有办法怎么呢 我们是不不能这样去做啊 之前的话 我们如果站在Xpass 或者是站在那个beautifulsoft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有可能想的是吧 我先获取到什么呢 这个CONCONT 先获取到这个CONT 再通过这个CONT下面 再去获取其他的元素啊 那么你站在正在表达式这边的话 你就不能这样去做的 因为正在表达式这边 你即使获取到了这个CONT下面的东西啊 你即使获取到了这个东西 那么的话哈 那么的话也不太好去获取下面的东西啊 也不太好去获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你去获取这个CONT 这个DIV这个DIV里面的这些元素 其实也不太好去过去啊 不太好去过去 为什么呢 你也想一下哈 这个DIV下面你要包含这些东西 要包含这些东西啊 包含这些东西 这显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还是比较麻烦的 那么呃 因为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哪个DIV是那个结束的标签 对不对 你在这个里面的话 他可能又还有其他的DIV啊 做一个那个结束标签 所以的话你都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他的那个结束标签啊 不太好去做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换一种速度啊 怎么换一种速度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他现在的话 所有的这个标题 他是不是都是放在的是同一个class的那个DIV下面啊 对 我们来看一下哈 呃 这个地方我们把官标放在这里啊 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把那个什么呢 所有的那个标题都是放在这个呃 CONT下面的P标签下面的这个A标签下面的这个B标签下面啊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好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我们先来获取所有的那个标题 我们现在获取所有的标题 接下来我还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去获取所有的那个什么呢 潮代啊 以及所有的那个作者就是本篇里面所有的作者把他给存注到一个字顶当中 把这个不是列不是自己把他给存注到一个列表当中 然后把所有再去获取什么呢 所有的这个呃 诗文啊 再去获取所有的诗文啊 获取所有的诗文 那么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获取到以后啊 再把什么呢呃现在的话如果你获取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们就像是有一个这样的列表了 有有有好几个这样的列表了 首先的话有个titles一个这样的列表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titles比如说是A title 那是B title 比如说假假如哈 假如我们这个这个页面当中就只有两天这个股市文 那么的话得到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列表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还有那个什么呢 潮代啊 潮代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呃那个当词怎么拼来着 看下这个啊呃那个当词这个啊 潮代 潮代的话有可能是那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啊唐朝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那个呃清代啊清代对吧 然后还是那个什么呢 还啊还是那个座的ADYS对吧 比如说这个是那个伪装啊 还有是随便写的哈 还是那个纳南信德啊 纳 纳南信德啊 好 接下来还是那个股市文 PEM PEOMS等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随便给随便给几个啊 哎 XXX对吧 然后是个呃 YYY啊 好 那么以后的话啊 就像是你你这样或者我先或者所有的标题啊 再或者所有的潮代 再或者所有的股市文 那么的话是不是就会得到这些这些几个这样的列表啊 对不对 那么以后的话我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得到 比如说我想要得到第一篇 他的那个股市文里面下方的信息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呃呃 这个列表当中的这个下标 通过这个下标去取去其他那个列表当中去取这个下标啊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相关的信息把这个给取到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想看一下第零篇这个股市文这个标题 他对应的那个潮代信息 那么我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我通过这个零下标就可以把这个唐朝这个啊 东西把它给取到 对 然后这个作者以及这个股市文的里面的内容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啊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私度来出发来做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里面哈 首先的话现在获取所有的title啊 title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是阿姨点那个什么呢 阿姨点那个翻头啊 现在找到所有的啊 找到所有的啊 找到所有的啊 找到所有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所有的标题啊 那么我们怎么去找到所有的标题呢 非常简单啊 我们只要找到什么呢 只要他找到所有的那个 这个div下面的等于这个空的下面的这个什么的下面的这个b标签里面的这个内容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找得到啊对那么我们这边啊来写一下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是那个div啊 然后的话他这个地方中间有个空格 那么我们这边要么就给个空格 或是给个反形的s对吧 反形的s代表的是那个空格的意思啊 那是class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呃等于这个 空的啊 并且这个空的这个东西 他左右两边是那个什么呢 是那个双引号 是那个双引号啊 所以我们这个这边的话也必须要去使用这个双引号啊 就是这个双引号 然后是这个class啊 是不是class好了 是等于这个cnt啊 那么为了作为区分啊 为了不要让我们这个字帐产生其异 那么我们让他的最外层这一个字帐 使用这个单引号 把什么账的单引号 这样的话里面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双引号的 呃那个 使用这个双引号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前面这部分把它给够进了 对了 好 那么这个东西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从这一部分到中间的到到前面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都是可以包含任意的字符啊 对了 可以包含任意的字符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个点的话给个信号 对了 写个点给个信号 代表是任意的字符 对了 好 那么写完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那个bb标签啊 对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写个b啊 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b下面的啊 那的话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呢 要取的是这个b标签里面的这个数据啊 那么这个里面呢 给个 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的话 也是可能包含任意的字符 对了 那么的话就给给给给个点号 给个信号啊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这个finalout的方式 将这个里面的数据把它给拿出来 而不是将其他的数据把它给拿出来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就要给它进行一个分组啊 就要给它进行一个分组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test扔进去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这个titles了吧 prenate一下这个什么呢titles 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到这个所有的标题啊 可能加索网络一下 可能加南一下 哎 这样的话是获取到了一个空的 对不对 获取到的是一个空的啊 哎 为什么会获取到一个空的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分析一下 呃 看一下是哪个地方出问题的啊 呃 获取到的这个空的 说明这个地方 有有问题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还是个空的是吧 还是个空的的话啊 不是这个原因啊 我现在那个啊 还不是还是会获取到一个空的啊 这个地方获取到这个空的话 说明但是我们现在在看我们的这个政策表达是是没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那么这的话好 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问题是出在啊 我们在这个政策表达室当中 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对吧 这个点号的话 他是不是不能匹配那个仿鞋跟N啊 对 我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吧 点号是不能匹配那个仿鞋跟N的啊 给大家看看 点号是不能匹配这个仿鞋跟N的啊 不能匹配到啊 你这个地方写个仿鞋跟N 他就匹配不到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网页当中啊 我们这个地方写一个点心 但不是任意的字符 那么在这个地方 拖就相当于是获取下面的这些元素对不对 那么他在获取下面这些元素的时候 在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到这个标签之间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这个仿鞋跟N啊 是不是换行了啊 这个CONT到下面这个DMV之间 是不是就有换行 就有换行 他这个地方就直接匹配不到 那么的话啊 就不能匹配到了啊 所以这的话我们就应该告诉这个什么 告诉这个范东奥 在匹配这个啊 在使用这个点匹配这个字符的时候 你这个仿鞋跟N也要能够匹配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给他加一个标签 叫做什么呢 后面好 也给他加个flag标签 就是阿姨一点那个多多多多多的话 代理的是这个点 他匹配所有的字符啊 他匹配所有的字符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走一下啊 来运气下 这样的话 他获取到了一篇啊 那个股市屋的那个标题 对不对 那么这篇股市屋的标题 它是叫什么呢 我来往下面走一下啊 他是在我们来看一下是呃 舒怀 我们这边是给的第一啊 嗯 舒怀来了 这个地方是吧 为什么他只获取到这个里面 这一个呢啊 这个原因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贪能与飞贪的模式啊 贪能与飞贪的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们现在获取到的是个什么呢 获取到的是这个啊 CONT下面的这个必标签对 下面的这个必标签 但是因为我们这里面写这个点心 那么他默认采用的是这种贪能的模式 对 贪能的模式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哈 在我们的这个网页当中 每个一每个这个模块 它的这个结构都是一致的 对吧 都是一致的啊 所以的话 你在第一个股市屋当中啊 你在第一个股市屋当中 有这个什么呢 有这个b啊 那么在其他的股市屋当中 是不是也有这个b 是不是也有这个b标签啊 对吧 是不是也有这个b标签 来看一下啊 这个下面啊 是不是也有这个b标签啊 对 那么他就采用会采用这种什么呢 贪能的模式啊 他就会采用这种贪能的模式 他就会尽量的补货的越多越好 补货的越多越好 这样的话 他就补货到了哪里呢 他就补货到了这一个了啊 他就补货到了这一个 他就补货到了这下面的这个b标签了啊 他就补货到了这个下面的那个b标签 那么这样的话就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 对不对 我们也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 你在这个地方补货到这里就已经足够了啊 你碰到这个b就马上停止 你不要补货到下面一个b对不对 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告诉他 你不用采用这种贪能的模式 你也采用贪能的模式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地方就给他一个加个问号啊 就给他加个问号啊 同理我们这个里面这个东西也是要采用这种贪能的模式啊 你想一下他补货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他其实数据是补货到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补货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也正常啊 对不对 他是不是可以将这一部分到这里的这一部分啊 他可以将什么呢 将这里的啊 将这里的这一部分整一部分到哪里呢 到到这一部分都当成我们前面的他这个地方的这一部分 对吧 都当成前面的都当成哪里呢 都当成前面的这一部分 对不对 那么你这地方出现了一个b啊 他这地方正好是一个b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会采用贪能的模式 也会也会获取不到正确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边也要采用这种贪能的模式 好吧 可能这样子我们这样 我们再讲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什么呢 获取到所有的那个啊 那个股市温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信息 对 获取到股市温的那些那些信息的啊 好 那么拿到这些股市温的那些信息以后啊 呃 这个标题以后啊 这些标题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去获取下面的这些朝代 对吧 获取下面的这些朝代啊 好 这个朝代啊 那么这个朝代的话我们也是来分析 也是来分析啊 这是那个朝代 朝代的话刚刚有一下啊 等于这个东西等于这个安一点翻的哦啊 标识个啊标签 然后这个地方给个单以号啊 然后是个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朝代看一下怎么去获取的啊 这个朝代的话 它是放在这个P啊 class就等于sauce 它的第一个A标签啊 不是第一个A标签啊 是第一个A标签下面 对 好 那么我们这边来写啊 首先的话是P啊 然后的话这个class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sauce啊 sauce 然后的话这个就是这个sauce啊 下面的话有那种什么呢 有那个呃 任意的字符啊 并且我们也采用的是这种非摊的模式 对 采用这种非摊的模式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下面的话是获取到这个什么呢 获取是这个A标签里面的这个啊 朝代这两个数据 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给个A标签啊 给个A标签啊 然后A标签里面的话啊 A标签里面的话有任何的字符 对不对啊 那么的话就写这种 然后的话也是采用这种非摊的模式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给到结束啊 这个地方再给个什么呢 A标签的结束啊 然后我们要获取到的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A标签 先当着我们这个数据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给个圆块 然后的话写个什么呢 写个点心 然后给个问号 就是想着非摊的模式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了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来写一下 就是这个他他在泰斯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打印一下 不认为一下这个 呃 dynasdhs 可能加什么 我们来加了一下 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潮的信息也已经获取出来了 对 也已经获取出来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货化条 再把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作者信息把它给获取一下啊 做了信息 aoth ors的这个i1点发了对吧 然后这个啊 是这个啊 然后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也是呃 也是p标签对吧 也是p标签啊 p标签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啊 so ui c对吧 啊 下面的那个 下面的这个a标签 还要在下面那个a标签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写一个a标签啊 下面先写个点吧 先写个点心 然后是问号 然后给个a标签啊 a标签下面有那个点对吧 a标签下面 然后是这个地方也是点心啊 然后我们不想要获取这个啊 好 接下来的话 再来获取这个什么呢 呃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啊 直接写个点心啊 然后的话再获取到这个什么呢 再获取这个里面的a标签对吧 好点心 然后是问号啊 这个地方也是这个问号啊 然后我们再来获取下面的那个数据啊 好 这里面来获取这个对吧 这个证字表达是写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因为现在我们是在第二个a标签当中 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要给两个a啊 就要给两个a好办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给个test啊 好 接下来我们的答案是这个a标签 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到啊 神马搜索啊 看一下 看来我们这个地方获取到的是一个错误的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走一下啊 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哪个地方获取到获取有问题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稍的话少了一个问号对吧 哎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什么的所有的这个作者也把它给提起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下面的什么呢 获取下面的这个股市翁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呢 那么这个股市翁的具体信息它是在来着呢 它是放在一个叫做class的class等于 CONT算的这个div里面啊 那么我们只要拿到这个拿到所有的这个class 那么再获取到这个里面的值啊 这里面的数据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啊 那么也是非常好获取啊 这里面写的contents内容啊 等那个安一点翻的啊 然后是这个啊啊 好 这个里面写个什么呢 div div 然后是这个class啊 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CONT吧 是CONT吧 CONTSON啊 SON啊 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一些东西点心啊 然后问号啊 后面再跟个什么呢 div啊 跟个div 就是这个下面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吃跟个div 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获取到是中间的这部分啊 那么的话就给个中间点心给个问号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了啊 接下来来打印一下这个contents啊 因为contents比较多 所以的话我就啊 用for喜欢便利一下把它给打印 好吧 forcontent的因什么的contents啊 因c1.s啊 来打印一下我们的content啊 这个里面的话就把所有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啊 股市文的那些东西把它给拿到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呢 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啊 这些标签 那么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也是非常好获取啊 非常好获取啊 不是非常好获取啊 是非常好容易去把它给虚掉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就写啊 就是这个呃content啊 或者叫做呃随便给个x等这个什么呢 content点那个什么呢 不是好 啊一点sup啊 我们把它给替换掉 那么将这些标签把它给替换掉啊 然后这边写那个证则表的是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这样替换啊 就是那个点心 然后是问号啊 人问号这种其实把它给替换为一个什么呢 把它给替换为一个空的自然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再把这个空电的给进去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一下这个什么呢 x啊 x的话 他有可能前后啊 他有可能前后有这种换行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把它那个啊 前后的那个换行 那些空白把它给去掉 那么的话这个地方给个strip啊 保存一下 我们的加量一下 哎这样的话 获得到的这些数据啊 就是完完真正的意涵了 对 完完真正的意涵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因为上面这个context这个东西的话 里面装的这个列表里面装的这些数据啊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啊 啊 都不是 不是说不完整啊 它里面的话包含了一些这样的标签 那么的话我们也要在便利的时候 再把这些标签把它给处理好啊 我才才是那个真正我们想要的数据对类 所以我们在外面再给的第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的话 装的就是一些纯净的那个股市文啊 那么我们这边给个pms的一个空的列表啊 然后把这边我们来啊 这个东西把它给听见到我们这个列表当中 好了加了死啊 b o好像p o吧 b o p o m e 死啊 点啊 b啊 不是一个是个不是个字点 这个也是个列表啊 点append啊 把这个扔进去 好 那么这个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所有的这些数据就分别封散在了这个titles 潮在二所思以及这个什么呢 pms这个里面对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如果想要将是这些数据 把它给放在一个列表当中 然后在这个列表当中是啊 每个列表当中每一项都是一个字点啊 就是这种其实啊 我们先我们现在的需求是什么呢 做人之间跟我们那种需求是一样的 好就是比如说叫做呃 或是我这里面改个名字啊 比如说叫做那个呃 这个地方改个名字吧 叫做那个呃 那个tags啊 就有那个tags的那个东西啊 然后那个dhs啊 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等于那个什么呢 condense啊 好这个的话就那个condense啊 好这样的话就好一点啊 那么现在我要一个需求是实现这种啊 b o m s等这个什么呢 等一个这样的列表 然后这个列表当中抓的每一项的话是一个字点 字点当中的每一项的话就是分别是这个 比如说title啊是这个titles对吧 啊title啊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d y n a s t y啊 潮代是那个什么呢 d y n a 潮代对吧 比如这个标题是那个随便给一个啊 就是这个呃 呃呃呃呃呃对吧 呃呃呃呃呃呃啊 然后这个啊 啊 变潮潮代啊 唐潮啊随便写一个啊 然后那个什么呢 那个awson啊 作者别说是那个啊 成大对吧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团队呢 是那个啊 成大对了 要变成这种形式 好吧 要变成这种形式啊 就是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有多像 我这叫c啊 那又也要变成这种形式好吧 要变成这种形式 那么变成这种形式该怎么就做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便利每一个列表 便利每一个列表 然后再在每一个列表当中去取到相应的那个值 对相应的那个值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python当中 他就有一个这样的函数 有一个这样的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叫做z谷函数 z谷函数的话 他就可以将所有的这些列表 把它给什么呢 把它给组合在一起 然后的话生成一个这样的 一个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列表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a是等于这个1和2对吧 然后b的话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3和4 那么如果你z谷c等于这个什么呢 z谷a c z谷a这种 那么c的话他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一个这样的东西 它又是一个列表 然后这个列表当中是一是这一下 就是你这两个列表 你这两个列表 他就按照这个数据讲 你第一项和他的第一项会把它给评合 把它给评合 匹配在一起 甚至一个1和3这种东西 然后2和4也是2和4 甚至这种形式 甚至这种形式 就是这个z谷 他会生成这种形式 明白意思吗 那么我们将这个titles 以及朝代 还有作者还有内容 将这些东西 使用这个z谷 那么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那个titles 然后这个朝代 然后这个什么呢 作者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呢 contained 对吧 将这些所有的这些数据 将这些所有的数据 他就会生成一个这样的元族反馈给我 把这个元族反馈给我 那么我通过这些数据通过再取到这个元族当中这些词把它给组合成一个字体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对这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变定下 for那个什么呢 Y6因什么的因那个z谱 然后是titles 然后这个dynns 然后是这个authors 然后这个contains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去取这个人民的值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title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朝代 dynns 第3个的话就是作者 作者 第4个的话就是那个内容 contained 等于这个什么 等于这个value 这样的话 他会自动的给他进行解包 明白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元族 A是等这个什么 等于这个一个元族 abc 是吧 123 那么你这样后面就想 为什么写个value 然后你后面就写abc abc等于这个什么 等于这个value 那么的话他会自动的将这个a 他会自动将这个a等于b等于2 c等于3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可以这样去获取 这样就进行解包 好 那么解完包以后 接下来 我是不是可以将这些分别装在一个字顶当中 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p o e m 就是这个p o p o o e m 等于这个等于这个一个列列列一个字顶对吧 这个title是等于这个title啊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潮代dy dynasdy啊 是这个dynasdy啊 还有是这个作者 aute 是等于这个作者对吧 还有是这个内容啊 contained是等于这个内容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东西装在一个字顶 等于一个列表当中 那么我们这边定义好一个列表啊 p o p o e ms 等这个列表对吧 然后再装到这个里面当中 p o e ms 给他配音的啊 给他配音的 然后是这个p o e m啊 好 这样转后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吧 啊 for x啊 或者p o e m in p o e ms啊 来打印一下 p b o e m啊 然后这里边我们为了做个区分啊 这里面打一个什么呢 等号 然后或者乘以这个40啊 保存价 我们再加弹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全的全部都有了 title是等这个啊 朝代 然后是这个作者 然后这个内容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所有的东西都把它给拿到了啊 所有的东西都把它给拿到了 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想的是什么呢 实现了一个页面 实现了一个页面 那么如果你想实现多个页面 那么是不是也是分分钟的事情啊 对 你只要将这个地方给它改成其他页面就可以了 比如说一改这个二啊 我们保持一下 我们再加弹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获取到的就是第二页的那个 那个朝代的那个信息 对 好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去写那个 第几页第几页那个东西的啊 那个东西的话就比较简单 你只要给个给个货循环 对吧 比如说for x in range啊 然后是那个一到 比如说要获取实验 那么这个给个啊 给个11对吧 好 然后是这个地方的话 在第一个啊 ul啊 又要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啊 哎 等于这个东西对吧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给个百分之啊 然后把这个地方给个百分之 然后是x啊 x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再把这个东西拿进去啊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实验的那个数价 我们来走一下啊 来走一下啊 哎 就是呃 只获取到一页吗 我看一下啊 啊 我们要把这个翻到我们的这个列 这个forge 拿着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获取到了实验的那个信息啊 实验的信息 好吧 好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再去追溯了啊 然后大家的话就对这个什么呢 就对这个政策表的实验的这一块啊 进行自己去 写一下 自己体会一下啊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现在再去爬去这些页面的时候 你再去看这些什么的元素的时候啊 你就不能将这些元素认为他有那个负极关系 现在这些里面的这些元素这些字符上啊 他全部都是一个平铺的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那个 没有任何结构的啊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字符上的 明白自然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字符上 所以你要你在提取的时候 你就不能说 哎 我先去获取负元素 再通过这个负元素获取下面的东西 这样的话是不太不太好的 不太好的啊 然后还有一点是需要注意什么呢 如果你在我们的这个字符上当中 想要去让这个点去匹配到那个法基盘N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要给他加这个flag啊 就是个R1点那个多多多多多多啊 这个地方也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这个地方来写一下 就是R1点多多多啊 可以让什么呢 点啊 匹配那个法基盘N好吧 好保持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几个人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